今天梅哥教大家一个画眼睛的好方法 一定要收藏哦 首先选用圆切工具 在脸膜上按出两个眼窝的容裤 接着选用大一号的圆切 把上眼皮按压出来 接下来用纯色的湖蓝色的屏息 把眼睛的二分之一涂满 接着把湖蓝色加白色调成浅蓝色 按着蓝色的下眼眶边缘 轻轻地涂抹浅蓝色 就形成了这种渐变色 再用纯白色涂满整个下眼眶 接下来黑色呢 加一些水 围着整个眼周 把它的这个黑色的眼圈勾画出来 接下来用黑色呢 描画我们刚才用圆切 切出来的那个眼皮的边缘 轻轻地给它描粗就可以了 再使用纯黑色的屏息 涂出两个黑眼球 来用浅灰色 勾勒一下它的眼皮的阴影部分 需要用白色的屏息点一下高关 整个眼睛的感觉就出来了 再用白色 把清点黑眼球的周边 点着一些高光感 提高整个眼球的这种立体感 我们再用湖蓝色 勾勒出它的两个眉毛 再用白色勾勒一下眼皮的部位 提高一下整个眼睛的立体感 最后再用湖蓝色 勾勒出它的嘴巴的形状 整个脸膜基本就成功了 再打上一点紫色的眼影 整个脸膜发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